徐静上次来过回家吃饭 对对对 上次呢 一败于卢大厨 多留一丝遗憾 那这次呢 做一些改进 再次挑战卢大厨 能不能获得成功 二位呢 每人做一道菜 我们会请我们的 回家吃饭的偷铁团 对你们这个做成的菜 从各个方面 进行他们自己的评估 如果谁的菜更好吃 那他就会在您的菜 相应地给上一分 最后得分多者为胜 接下来啊 就是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先问徐静 这次挑战什么项目 这次呢 就是还是以善鱼 上海本帮菜 享有善思 这名气大 是一道传统的行帮菜 徐静敢把这道菜带来 我觉得还是准备满满 罗大厨给您一些时间 您可以构思构思 一会儿您用什么应战 做鱼嘛 做鱼也是我的强项 所以一会儿也会做一道鱼 我姓什么 姓卢 对咱做条卢鱼呗 那看来呢 二位呢已经做好准备了 咱们先手续马上开始 那徐静谦 好 这是切尔善思 这个是熟厨 知道什么叫熟厨 熟厨 你给解释一下吧 鱼的处理啊 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就是熟厨 就是熟的去骨 还有一种就是生厨 真的把这个鱼拋缝 把它的骨头去掉 你看看 一说到熟厨 就马上感觉 这是准备的非常充分 首先我们该怎么操作 本帮菜浓油吃酱的 那么我觉得加一点椒白 解腻 然后我先直接油煸 热锅冷油 好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道菜 叫加椒白 过去加椒白吗 加椒白解腻啊 南方是有加椒白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普遍的 饭店里面那是加冬笋 那还得在外面去加 假如说没有椒白 我们可以拿什么代替 冬笋丝 或者是用那个青椒丝 都可以的 你看这么一拍 就确实显着 对这道菜有识入的了解 我们先把这个炒好的椒白 丝先放在一边 接下来我们就要炒扇丝了 扇丝呢 比一般的炒菜的时候 油要多一倍 要多一些 对 吃油 过油的目的是为了 去除它的那个土形味 然后我要放姜丝 放一些姜丝 很重要 去腥嘛 因为它会有泥土腥味 这个姜丝在扇丝里面 是很重要 好 加一点 再放一点蒜 把这个葱姜蒜的味道 给爆香了 好 爆香同时 我也得问你去腥 用什么办法 能给扇丝去腥 就是用盐 在扇丝的表皮 来回的多戳几下 粘液就可以去除了 如果我们是一个 活的扇丝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 加点面 用一个面 把它表面的粘液 蘸下来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在焯水的时候 加点盐 加点醋 这样一个去除它的腥味 再一个呢 就让它的蛋白质凝固 这样它一层黏膜的 好去掉 炒的时候油多一点 把它的水分 稍微炒掉一点 要不还会有腥味 这个扇丝好吸油 对 它吸油 加酱酒也是为了 酱酒也是去腥 这也是去腥 对 很重要 罗老师 你这菜叫想油扇丝 为什么叫想油 这个很关键 想油是这样子 想油是这个菜的灵魂 这个我其实在最后 那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灵油 所以一会儿 就能看上去 什么叫想油 现在还没到那步 还没到那步 接下来我要放 泰泰勒的蘸酱汁 这时候上色 这个是酱油 好 放了酱油就要放糖 南方的糖是不能炫的 糖是提鲜的 就是糖是提鲜的 这个时候呢 我要加入泰泰勒的 杏鲍菇牛肉酱了 传统的好像没有加 这个杏鲍菇牛肉酱的 是这样子的 这个菜我从小吃到大 以前是爸爸做给我吃 现在我做给两个孩子吃 那传统的农油赤酱 他们已经吃腻了呀 那然后呢 他们都喜欢这个酱嘛 加了这个酱呢 会有比较醇厚的酱香味 然后让这个口感呢 更加丰厚 丰满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酱大师 也是打扮卢大厨的 一个秘密武器 更香了 对更香啊 提升很多味道 然后它这个牛肉呢 是黄牛肉 还有嚼劲 还有嚼劲 这个动物性的这种 蛋白质的一个香味 去融合了我们这个 学产品的一个鲜味 它更鲜了 南方人一年四季 都会吃鲜鱼吗 一年四季都吃 因为鲜鱼呢 它含比较丰富的维森素A 然后呢 鲜鱼里面有一个 叫鲜鱼素 它可以调节血糖 所以糖尿病人也可以吃 所以说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是 我现在勾芡了 是这样勾芡的话呢 我不能一次性加很多 我就少加一点 分几次加入 你看这个就是 厨艺精掌的地方 成牌 成牌了 它可以了 还没有造它的灵魂人物了 对 我们刚才一直都强调 它叫响油 所以关键那一步 千万不要眨眼 我这里要挖个小洞 然后这个是葱花 香葱末 有点看明白了 胡大厨 这是不是相当于 咱们常说那种倒呛锅 对 最后把这个油一浇 它上面这种蒜香 这个葱香马上又激发出来 对 融合到一起 这个是蒜泥 对 那学长帮你加油了 这个不能放 不能放 这个要放太太乐的芝麻油 为什么要放这个香油呢 热的香油跟那个蒜接触以后 产生一种更好的香味 更香的 变成那个菜 灵魂就在这 就是灵魂的部分 就是灵魂 我们就靠灵魂这一下 来打败卢大厨 错过卢大厨的锐气 那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因为这个香油烧得很快 烧得它那个油冒烟 冒烟 嗯 差不多了 已经冒烟了 好 接下来就 当心啊 好 听一下啊 听到没 那种滋拉的声音 同时那种蒜香 葱香的香气 瞬间地迸发出来 这种香气 好想吃一口 这个时候还要加一样 对 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是你们 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加这个 嗯 北京叫什么 胡椒面 胡椒粉 胡椒粉 这个呢 是去腥 扇丝 有了这个味道呢 它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刚才我们的徐女士说了 油是它的灵魂 其实要我理解 这个是它的 更灵魂的灵魂 它要用它来去 顶它的那个心味和 和通行 所以吃上去是 比有一番滋味 更香的 现在马上就能开吃了 所以我今天 把碗筷都准备好了 好菜就得配好米 好米就得有好饭 这道菜最好搭配 我们福林门米饭 买米买面 认准福林门 中凉福林门米面 回家吃饭 纸定米面 那接下来啊 我就用这个公块 胡椒粉的味道 怎么样 有点意思 嗯 还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好吃在什么地方 又拉票 我要慢个官司啊 一会儿才能说 所以我现在 先多吃一口 我就是点睛之笔啊 放那个酱 它播出一种层次来 跟我们平时吃的这种 待会熟悉的 想要扇丝不一样 有一些辣味 有一些这个牛肉啊 香菇这种香味 在里面 我觉得特别棒 口感就更丰满了 对吧 就感觉层次更鲜明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酱 也是这道菜的灵魂之一 便寻大河山川 只为这口地道有料 泰特乐酱大师 喊您回家吃饭 热锅冷油 快速煸炒焦白 断生后盛起 热锅冷油 放入姜丝 蒜末 葱末 爆香后 倒入扇丝 大火爆炒 加入少许料酒 酱油 糖 杏爆菇 牛肉酱 翻炒均匀后 加入炒好的焦白 水淀粉 分次勾芡 装盘时 在扇丝中间 用筷子挖个小洞 放入蒜末和葱花 锅内 倒入芝麻油 油温达到200度冒烟 浇在蒜末葱花上 再撒上白胡椒 这道菜就做好了